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入數學 那我們在最後這一集 要大家來快速的去整理 我們在上一集已經整理過做圖 大家應用問題了 那我們在這一集利用一個很 綜合性的題目 來帶大家來回顧我們所學的幾何做圖知識 我有一條直線L 在L上要找到一點A 我有P、Q在L外 還有L上一個R點 在L上要找到一點A 使得AP等於AQ 那這要怎麼找 如果你們對前面幾集的介紹還有印象的話 要到兩點等距離做兩點中垂線 我不畫 因為要不然到時候這個圖上太多東西 做P、Q中垂線 L上早一點B 使得BP到BQ有最小值 還記得怎麼樣嗎 這一點到這裡到這裡 會是最短的 就是那個牛 聽牛去喝水要走最短路徑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這個 過L 以L為對稱軸取得 對稱點BP 好吧 我還是畫一下好了 因為下面也沒位寫那麼多字 畫圖比較簡單 這一點是A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這一題畫一個藍色的點 以L為對稱軸取得P的對稱點 軸對稱P P 那怎麼取得這個P 就是我可能要先做垂線 過P點做垂線 然後再延伸一倍 然後再把這個P和Q連起來 就會取得我的B點 還記得嗎 上一集有教 第三個問題 我要在L上取得一點C 使得CQ- 這裡寫錯 使得這個 CQ-掉CP有最大值 使得CQ-CP有最大值 那這個的做圖很簡單 怎麼做呢 我就延伸PQ就可以了 這一點就會是C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在另外這裡 找到另外某一點C 我們也稍微的證明一下 如果我在L上面找到任何一點 不是這一點 我取消C' 那麼你想想看 我連接C'和Q 還有C'和P 這邊-這邊 這個三角形 C'和PQ 這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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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和相減一定會小於第三邊 對不對 三角形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所以我在L上所取得的其他的點 做為C'的話 都會使得 C'Q-C'P 減錯的這個數字一定會小於PQ的長度 因為它會圍成三角形 所以只有當我沒有圍成三角形 我直接是PQ連線 延長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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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這一點C呢 CQ-CP 它最 減出來就會剛好是PQ 就會是最長的 對嗎 這個是第三題 那我要在L上找一點D 使得 使得 DP垂直DQ 那還記得嗎 這個我要做的是 我要以PQ為直徑畫圓 剛好我們剛才已經起到圓心 所以畫圓 好 當然我們在這個出題的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這個PQ好像離L太圓了 也許我們下一次應該把PQ降低一點點 這樣這個圓會比較容易畫出來 我的這個圓其實被拉長了 它的點可能碰到一點點而已 那 以PQ為直徑畫圓 在L上所交的點 這點就是D和D' PQ 這個PDQ就會是直角 PD'Q也會是直角 就符合這句 在L上找一點D 使得 PD會垂直於DQ 然後我要在L上找一點E 使得 EP'加EQ'有最小值 那眼見我的圖已經被畫爆了 所以我把它畫在底下 一樣 任意的PQ兩點 那要怎麼取得這一點呢 那這個的做法是 我直接說明它會是怎麼樣 看到 我發上面好了 我直接說明它會是怎麼樣 它的做法會是 你如果垂直下來做投影點 它會是這個投影點的中間 那我們這一點叫做E 那你說這樣子這個點要怎麼做呢 它其實不需要做兩次投影點 投影點的做法就是做垂直 對不對 過P點做一條線垂直L 做出來的垂直就會是投影點 那這個 中間點E 這個 要實際上我們不需要這麼麻煩 做這兩個投影點 你直接把PQ連起來 PQ的終點假如叫M的話 你用M去做投影點就可以了 這是因為T型 有沒有看到這裡垂直 這裡也垂直嗎 所以這裡是一個T型 T型的終點 如果連 做一條平行底邊的線 那這邊也會是終點 那這邊也會是終點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實際上是不需要做這兩條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嗎 那為什麼這個 我們剛剛說它要追求的是P1的平方加Q1的平方有最小值 那為什麼這樣子這個會是最小值呢 它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求這個P1平方加Q1平方是不是就是在求這兩條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兩條的話呢 如果我把剛才的那個投影的線畫出來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在右邊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我們把這個叫做Q1平方 Q1平方 它會是QQQ的平方 加上QQQ的平方 對嗎 就是斜邊平方是兩股平方核 所以右邊這個也是 這個 P1平方會是PB平方 加P平方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要這兩個平方核最小 就是要這四個平方 這個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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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方的核要最小 那這裡面 這裡面 當你L確定了 PQ2點確定了 其實你的 不管你的E點在哪邊 其實你的這個 Pprong這條 都已經確定了 QQprong這條也確定了 所以其實你要求這個最短 你相當於是在求 Pprong1平方和 Qprong1平方要最小 可以嗎 那然後 又一整條 PQ的長度 我們已經知道了 當PQ的長度已經知道的情況下 你要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 各自平方 核小要最小的話 是對半分 才會是讓它最小的 所以 E點會落在 Pprong和Qprong的正中間 那實際上它只需要做這個 PQ的終點 垂下來就好了 那為什麼對半分 才會讓它的平方最小呢 這一點我們可以透過 成法公式去證明 就是說我已經知道 x加y的值了 要追求讓x平方y平方最小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那這個知道的話 因為呢很快的證明一下 因為這個有一點點的超出課外 那只是因為整理這個提醒 順便跟大家講 我們在做成法公式的整理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 這個 這個 我換頁 x平方加y平方呢 它其實是x加y的平方 減掉x-y的平方 對不對 這個是x平方y平方加2ab 就是-2ab 好 加上 所以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加起來的時候呢 去除以2嘛 對不對 去除以2 就會變成x平方加y平方 對不對 所以當我已經知道這個值的時候 當我已經知道這個值的時候 我要讓這個有最 最小 那我是不是要盡量讓這個最小 那麼x-y的平方要最小 也就是x-y要最小的話 就是 因為你x加y 又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我已經知道兩個合起來多少 我希望他們對減最小 那就是對半分 對半分對減是0 這樣最小 最好 對不對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是 大於等於0的數 這也是大於等於0的數啊 所以我如果能夠讓這個變0 那這個 就會加0 才會讓他有最小值 要不然他只要不是0 都會再加一個更大的數嘛 他就會變得更大 所以我要讓他最小的話 就要讓這個是0 這樣子 所以x這個時候會等於y 就是對半分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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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如果我們要在這條線上找F點 使得 這個 PFQ會等於PRQ 我現在就留一個R了 我要在L上再找一點F點 但這個PFQ會等於PRQ 這也是我們在上一集 介紹的這個 之前機測的問題啦 我其實是做PQR三角形的外接圓 那所交的這個點呢 因為這裡 這個 PFQ PFQ 對的是PQ弧 PRQ也是對PQ弧 所以他們就會是 一樣的腳 那麼在這個介紹完各種的這個幾何知識之後 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證明扇形面積 之前在介紹圓的時候 提到扇形 要怎麼證明扇形面積剛好是 弧長層半徑除二呢 有沒有很像三角形底層高除二 對不對 因為這個也是高嘛 它很像底層高除二 但是它不是底層高除二 它是弧長層半徑除二 那扇形面積實際上是怎麼算的 扇形面積實際上是你需要這個腳 假說我們把這個腳叫系塔 那它其實是半徑乘半徑 乘拍再乘上360分之 系塔 這個是扇形面積 對不對 那弧長怎麼算 弧長是 這圓周圓周長二拍R 也一樣乘上360分之系塔 對不對 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如果再乘上一個R 再乘上一個 二分之一 這是S嘛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乘起來二 二跟二分之一殺掉嗎 R平方拍360系塔 就會變成面積 對不對 那我們就很快的證明它了 複習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過圓外一點P要怎麼做圓的切線 那它利用的是如果它是切線的話 這裡要會是直角 所以怎麼樣 兩點要取一個直角 以PQ為直徑 畫一個圓 這個圓周上的點 到PQ都會加直角 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就可以取得兩條切線了 在這裡補充一個我們以前學過的姿勢 但是有一個不同的做法 我今天有一條直線L 在L外有一點A 我要如何過A點對這個L做垂線 那我們之前說我們要利用中垂線做嘛 可是因為中垂線你要確定 你隨便抓兩點 它的中垂線要是沒過A怎麼辦 所以我們是以A為圓心 適當長為半徑畫弧 交出兩點 這個時候 因為你用A當圓心所畫的弧 這兩條會一樣 所以A一定會在中垂線上 再用這兩點來做中垂線 對不對 那在這裡呢 我們要補充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其實我們在L上隨便找兩點 比如說這點P 以P為圓心 PA為半徑畫弧 這樣子 好 還有隨便再找一點Q 以Q為圓心 QA為半徑畫弧 這樣 這兩個弧是不一樣長的半徑 對不對 那這樣子交出來的點 做連線 所以 我手繪圖的不準 實際上 這兩個 這兩個點 所做出來的連線呢 就一定會垂直L 可以嗎 就一定會垂直L 也就是你會看到這樣子 就是 這邊這個弧比較胖 它這邊這個弧比較瘦 比較 比較扁 有點像 某種凸面鏡這樣 但是這條線還是會垂直整個L的 可以嗎 好 那這個 我們可以 這個可以稍微的去證明 你只要 連線這一段跟這一段 綠色是兩 這邊兩條線是一樣長 都是半徑 這邊兩條線也是一樣長 都是半徑 然後 這一條又一樣長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所以這兩個腳一樣 這兩個腳一樣 然後就可以再去證明 就是最後你就可以知道這裡是垂直的 那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這樣就可以證明出來 這一條線會垂直於L 用全等就可以證明了 那在這裡補充給大家 等於說我們不一定要去畫一開始那兩點 只是說在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教那麼多有關元的知識 在剛學做圖的時候 所以就不用這個方法做 那麼呢 我們這個 國三上幾何推論 以及幾乎我們整個幾何的知識 就整理學完了 然後複習了 我們複習了它 那這個 希望大家也可以利用這個 你們假如看完這集後面就是寒假了 利用寒假趕快複習你們的數學 好 我們這盒課上到這裡